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環島四天三夜拼字 來到了最後一天 那麼今天首站就是從新竹市 這邊來出發 那可以看到賴清德稍早抵達之後 他跟著民眾一起坐在台下 用綠色的板子拼出 台灣的台這個字 那麼今天呢 就是最後一天的環島拼字 他們一整天從新竹市出發以後 接著會去桃園 以及新北和基隆 以及壓軸場台北 那依序拼出台灣味的美 台灣贏的美 幫這一次的這個環島造勢 來做一個完美的收場 那麼其實賴清德剛剛台上致詞的時候 也特別回應到這個 國民黨的副總統候選人趙紹康 日前在副總統辯論會上面口誤說 如果賴清德當選的話 會就是他的老闆 他的老大 而且是位好總統 對此賴清德有最新回憶 一起來聽 趙紹康先生公開說 賴清德當選 就是他的老大 賴清德就是他的老闆 賴清德就是他心目中的掃黑英雄 賴清德將來會是最好的總統 我要跟大家說 賴清德當總統 人民才是老大 人民才是老闆 因為民主民主 人民做主 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 那時候對不對 好 可以聽到賴清德是強調說 人民才是他的老闆 人民才是他的這個主人 那麼也特別提到說 勇敢打拚的臺灣人才是每個人的英雄 那距離來到新竹造勢 這邊是柯文哲的家鄉 賴清德特別批到柯文哲關運的農地爭議說 柯文哲這個地就是在草地批 現在來關心看的建議好不好 好 來 咬下枕